律伟大喊落跑针 跟一群栏尾就在电梯门口僵持不下 4号晚间 利润财政委员会 续审财化法修正案 朝野爆发 好几波冲突 律伟跟陈玉珍 你拉我扯大抢条文 早上在啊 好暴力 你们都全部都对了 吴比瑞还一个见不上前 摔烂陈玉珍麦克风 原原先朝野共事 是周三召集部会跟地方再讨论 陈玉珍在晚间休息后 却突然宣读条文 更被抓包跑去洗来灯吃晚餐 直到晚间八点才回来 洗来灯洗来灯 他去吃大餐的时候 他放着所有的财政部组 继续总处的 所有的官员 支持了等 趁那个休息的机会 到洗来灯去参加相关的应酬 进入讨论修正东西 要把一些修正东西练完的时候 没想到民进党委员 不知道为什么 就开始发疯似的意图 阻挠意识进行 应该要按照和平理性的方式来进行 不止陈玉珍 哀酸喜来针 同党委员王衡威 也被抓包 大力抓着赖会员的手 被甩开还不放弃 持续向律委推挤 却笑喊有人推我 画面全被律委当场捕捉 被网友嘲讽 碰慈威 我们最主要的是 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的自身安全 希望立法院在讨论 所有的法案的时候 朝野立委都能够平心气和 来影响应闯财化法 不止朝野对立 紧张情绪持续加剧 周三续审财化法 冲突场景恐怕再上演 三绅黄胜许圈台北采访报导